外卖100元在资博烧烤店能吃到啥 最近这个资博烧烤非常的火 没想到咱们杠州居然也开了一家 正好给我省了1000多块钱路费 点进去看看 资博烧烤 先点个这个18块8的套餐 五花肉 牛肉创 OK点了106 大家看一下 五花肉是卖3块8毛8点了5创 牛肉4块5 肥肠3块8 羊腰子12块 鱿鱼5块8 牛绑筋3块2 因为小龙哥也没去过资博 不知道那边的物价怎么样 大家有去过的 可以评论一下到底哪边更便宜 结算 回来了 100块钱 垫钱非常轻 OK 这里就是100块钱的杠州榜自博烧烤 大家觉得怎么样 值不值 先随便来几创拿拿味吧 粉丝先吃 一股非常重的调料味 食物的本位不太明显 比那种10块钱30创的那种小创来说 肉要多一点 但是也多的不太多 一创的分量也就这样 来试一下自博吃吧 张马调料 然后把创包进去 我猜这些创应该不是现创的 非常难撸下来 如果是现创的那种 应该非常好撸才对 和签子粘得非常紧 就放这么多肉吧 再来两个葱 生菜 粉丝先吃 别说 这样吃还挺解腻的 烧烤 搭上这个葱 还有那个生菜 吃起来非常清爽 商家比较抠 点了套餐里面就配了两个面皮 只能简单试一下了 总体和那个鸡肉卷的体验非常接近 把里面的鸡肉换成这种烧烤 烤肥肠 皮都是酥的 跟吃油渣一样 羊腰子 咱们配生菜吃 12块钱三个 不算贵吧 羊肠味非常重 吃这个生菜都没用 压不下来 OK做总结吧 总的来说很实望 肉创的质量非常一榜 很明显的 全是冷冻货 没有什么现创的 一句话 完全就是蹭热度的 要是资博本地的烧烤 这个水平的话 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去 一心棒